优策交易是交易高手经常使用的技术之一 作为交易高手 业绩是什么样 其实股价的上涨不源于业绩 优策交易也就是俗称的顺势交易 也不是源于题材 而是单纯的源于市场上资金流向如股票商品基金等 资金对这只股票的青睐 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奇怪 业绩好的股票为何不涨 因为资金不喜欢这只股票 仅此而已 一只股票始终有题材 为什么之前不涨当下去涨了 表面上是题材爆发了 实际上是资金开始借着题材开始炒作 仅此而已 所以一切上涨的源头就是资金的进入 而资金的进入自然而然形成了股价的趋势 右侧交易就是我们俗称的顺势交易 资金的进入和出局是有一个周期的 所以趋势的形成从开始到结束 也是有一个周期 右侧交易就是从周期开始的时间记录 等待周期结束后的离场 右侧交易最大的优势就是 跟随着资金的趋势 避开时间的大坑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思路去理解 就是金子总会发光 这是时间的问题 右侧交易本身是跟着资金去淘金 我们看到金子之后再下手 大大缩减了淘金需要的时间成本 其实机构大部分都是崇尚右侧交易 但要真的去做好右侧交易也没有那么容易 优秀的右侧的交易者并不像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每天翻涨浮榜寻找趋势突破的个股 而是率先要将那些题材出众 基本面良好的个股放入到自选池之中 等待优侧买点的信号出现 优侧交易其实是有很多铁律 并不是想当然的突破追究 主要的核心优势在于判断趋势正确后快速下手 因此你需要强大的资讯分析判断能力抓出趋势 优侧交易的逻辑是什么 第一个原则就是趋势突破 有三个确认的信号 一是股价短期创新高 二是股价突破长期趋势的压力 三是均线出现回转向上 可以说三者是缺一不可 这才是明显的趋势突破的确认信号 优侧交易的首要的原则 就是等待信号明确之后方格介入 不做任何的提前 第二点铁律就是成交量放大 任何上涨趋势的建立都是伴随着放量 趋势的结束都伴随着缩量 这是必然的规律 因为资金周期就是这样 从入场到离场 然后成交量的放大 是趋势开始的必然条件 所以也是趋势交易必须要遵守的原则 第三个铁律就是趋势上出现假突破 这种情况很常见明明看似是要突破 买入后却遭遇连续的下跌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补仓 如果选择的个股是长期看好的 可以选择躺平 耐心的等待下一个趋势买点的确认 如果你选择的个股是短期看好的 可能你会做好短期止损的 一个风险的准备 铁律也就是趋势踏空等待会才补仓 一些个股出现的趋势 并非是长期的趋势 而是短期的 很有可能出现趋势买点后用 就连续的拉升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不要盲目的追购 最好的方式是 耐心等待趋势规律走向明确之后 才开始动作 并且在股价出现回踩的时候 明确进行加仓 其实优策交易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否则 所有的资金都选择优策交易入场即可 但是优策交易本身也不复杂 是一种资金集群的 公正的行为形成趋势 带来的股价短期出现溢价 我们说普通的散户 尤其是没有投研能力的散户 选择右侧交易 就一定要明白趋势交易的精髓所在 传小好掉头是小散户最大的优势 我们把握好资金灵活性的优势 才有可能吃到主力的红利 赚到该赚的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活跌